阿姨 谁呀 阿姨 你好 小关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下班早 舅舅水果摊海鲜市场 买着彤彤爱吃的 看看你 多细心啊 谢谢啊 没事 阿姨 今天就让我搭鞋身手吧 您别动手啊 我来 阿姨 你我是不是有点太笨了 谁说的 小瑶很聪明 但积木 你都搭了这么高 倒了很正常啊 咱们再来好不好 咱们慢慢地 要有耐心 我搭一个你搭一个 好吗 基础得打了 好 你来 阿姨再给你添一块 郑海集团的一家之主 跑医院跑那么勤 虽说你是做好事 可我觉得你这 算不算是不务正业 郑海集团能有今天这规模 跟陈宇佑啊 他也不是单看我一个人的力量 我只不过是掌握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知人善用 好 所谓苏月有专攻啊 我把这些专业的人士找来 然后我放权给他们 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做 所谓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 我呢 我只要把这些人管理好就好了 制度是制度啊 但还是得看人 你不在公司盯着你就不怕出事吗 我又不是在瞎逛 你看啊 如果一个企业主呢 每天只知道在公司里面 在办公室里面哪也不去的话 缺乏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缺乏自身 就是对这个生活没了兴趣 那这个企业啊 它肯定是个没创意 没活力的企业 在这个市场上 它一定很快就会被淘汰 所谓啊 了解学习的过程 就是判断的过程 那每天到这儿来也算是吗 我 我 我愿意来这儿啊 当然是 当然是有一些个人的因素 你不正经 对了 你是真不打算回皮铁机了 你消息挺灵通啊 消消现在还扎在那儿的皮铁机 她那丫头机灵得很 不该跟我提的 她一直不提 该跟我说的她一句不论 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确实已经决定不回去了 后面有什么打算 那我还没想好 好 那我就先抛一个橄榄枝好不好 邀请我去郑海集团啊 不是 不是 这里的孩子呢 给我很大的感触 我以郑海的名义 开办了一个先天系集密儿童 康复慈善基金 我呢 我正在物色一位经理人 帮我做运营 我觉得你 你很合适 我 我这些年一直做的都是广告 慈善行业 我不了解 我不合适 不不不 我觉得 这个人选最可合适 因为之前你有管理的经验 别担心她的管理她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嘛 是吧 另外我也观察你很久了 你观察我 观察我 你别误会 我观察你是观察 你对这些孩子 我发现 你很有爱心 也极其有耐性 而找一个这个才能 跟品德金儿有志的人 对于我来说啊 那非你莫说 怎么样 接不接受 妈 小欢 还是我来吧 不用不用阿姨 您去忙吧 没事啊 去吧去吧 这个臭小子 也不事先跟我说一下 弄得我这么尴尬 妈 喂 妈 臭小子 你挂梅悦悦到家里来 怎么事先不跟我说一下呀 她还自说自话 她在厨房里烧饭呢 你看看 弄得我都尴尬 什么 凯文 我知道了 好好好 好 妈 那个我这边忙着呢 那个你先尝试跟美杨 好好接触一下 耐心啊 我知道 开会对吧 好好好 妈 我就开会了 不跟你说了 臭小子 爸 没有 加油 我回来了 彤彤回来了 他怎么来了 你爸爸叫他来的吧 彤彤 你爸爸说你来香来谢 我给你做好了 你尝尝啊 我学校吃完了 你们吃吧 彤彤 别坐了 够了 没事 别坐了 姐姐 我不是把他们讲得聚吗 这个妖怪呢 你呢 要是你呀 执了我 乖了我 哎呀 发都烦了你 烦了我 真是 谁装你了 还能有谁啊 还不是你那个弟弟吗 怎么又又打电话了 他是哪儿敢的 是妈打的电话 说他找了个女朋友 怀了丁家的肿了 太不像话了 未婚先孕 那像咱们合法 别动 你说正事呢 弟弟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别的女方家说了 你们家必须出房子 那也真够可以的 哭天抹乐地 演给谁看哪 我听出来了 妈的意思是 想让你帮着弟弟 把首付款的一半给出了 要三十多万呢 三十多万呢 你听见了吗 太不像话了 把我当什么了 我又不是银行 真把我当替款机了 反正我不管 我杨娟对你们老丁家 那也是有功之沉 妈凭什么厚此薄彼呢 咱们养孩子就不要钱了 他们想要那个孩子 就不管咱们家丁娘了 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 丁唐江 你也清楚吧 自己都快养不活自己了 哪儿还有闲钱你 行了 行了 我不说了 审得你烦 你自己拿主意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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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时间 我好点要准备点啊 好了 好 好了 好吃 怎么了 没睡好 挺重点 你那个财政界那案子提前就拿着啊 跟没拿是一样的 过路财神 转转就给下班还债了 怎么了 没事 多吃点啊 上去吧 走 汤姆哥 天哥 你又人 那一起吃吧 我啊 当然了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了呗 我愿意 那走吧 走吧 你就吃这个啊 你别减肥了 你再减你都减肥了 你都吃点我的我的好 你再来点有肉 不要了啊 上官啊 我觉得你才应该多吃一点呢 你看你们部门平时加班的人嘞 来 啊 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说女补要靠睡 男补要靠吃 所以你得多吃一点 嗯 嗯 上官 嗯 我还有好多好多合同要做 那我就先去忙了 你不吃点了 爸 你好好吃饭啊 嗯 慢走啊 什么鬼啊 把嘴巴合起来 明天韩江岛要来开会 你提前把开会的材料 准备一下 好 已经进来了 马上到了啊 来 这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 只可惜 这身西装 跟你小子不太配啊 陆总 请你方尊重点 咱们现在是平等的 你小子真以为你穿了这身西装 就能跟我平起平坐了 但是你必须得接受事实 这是我的名片 颜总 你小子别太得意了 好好享受吧啊 等到被打回原型的时候 别哭得太惨了 陆总 用不着这么吓唬我 这么些年您怎么对我的 我还能没有点防备吗 真要是拔洗我这个萝卜 还带不出你这个上等的泥巴吗 走吧 我去吧 谭长长 这次自然界的样册 除了封面用的是超感尺 内液用的还是一般的双铜纸 重量 厚度 质感 完全达不到要求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你说成本上涨了 我们也追加了额外的费用 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呢 谭长长 做生意讲的是诚信和公平 你为什么老拿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们呢 你这 老韩 你 你这弄了什么东西啊 这是个样品吗 你 这不是张总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那些问题你把它改过来那 改好了你拿来呀 你拿这个干吗呀 你这都是老客户了 咱不用走那流程 好不好 一步到位 求你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 我希望看到实质性的改变 如果到时候成品还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违约 公司会追究你责任的 他说我约了横隆集团的人下午来给光阴海项目的相关人员传承经验 我要去吗 吸取经验本来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下午两点我再找你 好 幸亏你反应会不然就褶子了 好 小横 怎么着这是 我给那个段小姐送你个文件 定了 定了 定了快快快快 他怎么在这呢 段家司机 看见了吗 哪个段的 刚才探头探脑那段小姐啊 郑海集团 大集团 段正方的千金 不是 他 他怎么能给他们他开车呢 关美洋知道吧 不是 他前妻啊 现在约等于是张红兴的现起 张红兴为了他给张罗了这事 咱能不打听别人的事了吗 咱把自己的事办好行不行 我刚才在上面真的不算尴尬 算一块 我不知道怎么说您好 我反应快 谢谢 谢谢 我谢谢您 您多少干好 我求您了 我求您了 您快请 咱回头再约啊 您好 是这样 那个 现在有一个年销售额八亿的欧洲公司 想请您做中华区的销售总监 您看您有兴趣咱们聊聊吗 你是之前给我打电话的关小姐是吧 对对对 那个我是小关 您叫我奥利博关就行 好 我就不说了 您把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面吧 不是 是这样 我发您邮箱了 然后我估计您可能特别忙 没看见 没给我回复 您看这样好 我们见面聊一下行吗 您可够执着的 这个欧洲地区的公司 不算是你们的优势范畴吧 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拓那个欧洲市场 但是这不是 那个准备要合作一下吗 所以呢 我想跟您见面聊一下 然后给您看一下 我们之前做的成功案例 这样啊 那好吧 那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 把您清晰好吗 好 谢谢您啊 好 好 再见 好 再见 我的人 谢谢 如果我们去看 老板 我们条文字 送信 我所有人都可以 Book 帮助你 跟我们家络合 我们妇生 啊 他有紧实的 干吗 那我们就kelijk 很丰富的 那么多 这是要拿手 了吗 讲座呢 原来在这上哪儿呢 爸 什么呀 在 在哪上面 他去当银行 去银行 他是去银行去帮我取钱吗 我们去银行去银行 这用人给他煮 喂 美瑶 你在公司吗 在 吃饭了吗 还没呢 没事 拜拜 喂 好 朋友那人来了吗 没呢 那你再叫我吧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工作起来没完没了的 这都几点了 吃饭去 我不饿 你不饿 我饿了 快走 快走 想吃什么我请客 不太好吧 我无功不秀禄 人家有事情要问你 请客我都说出来了 这么不给面子 行 那就 楼下随便睡点 好 听你的 走啦 大老师好 赵总 您好 你们出来了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食堂有叉烧肉 叉烧肉 叉烧肉 走了 嫂子 黄芯呢 把她的食堂跟竇小姐吃 吃饭呢 吃饭呢 收吧 你还问我什么 我能不能先吃饭呀 你提起来找我 肯定是有事情想跟我商量吧 就这样 我想跟你聊一下下午横龙的人来 我该怎么跟人家聊合作 也许不知道 现在商业地产并不好做 老段呢 早就盯上了旅游地产 横龙是我们正海集团的一个棋子 我们正海集团的持有股份 现在人家的游乐园做得那么好 我想说该怎么把人家的经验 拿到我们的光阴海来呢 横龙也是正海的资源 拿着个很好办的呀 对方的经验你可以慢慢去讨教 但是完全可以进行一种合作的方式 比方说 去横龙旅游的游客 可以透过某种方式 取得光阴海市营运的门票 然后像餐饮呢 这些其他的部分 也可以进行捆绑销售 这样有助于降低成本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届势推广 资源共享啊 你说段小姐 是不是把泡牌给拿下了呀 拿不拿下不知道 不过段小姐可没少在 张总身上花心血 听说那次自然界的案子 多亏了段小姐的帮忙呢 那是 你看人家段小姐 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价有身价 简直就是童话里的人设啊 现在这个世界啊 这个 对啊 这样子很快就可以帮助 品牌形象的建立 光阴海当然可以视为 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但是不要忘了 他肯定是整个产业链中 集中的一块 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 需要实现的 你们家老段真的很有前瞻性 我就知道你什么都懂 作为郑海集团的继承人 我懂得实在是太少了 看来我又要出去考察 一段时间了 你不要再想我哟 好 李洋 李洋 你怎么来了 怕你太忙又不好好吃饭 给你做点吃的 看来我来晚了 没有 我们也得刚到 坐 你做了什么啊 上次去我家不是说 爱喝鲫鱼汤吗 我专门熬了一下我给你喝 段小姐一起尝尝 我啊 我就不乱 我挤一汤过敏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回办公室分笔集书了 你们好好喝 怎么都不说话 怎么都不说话 是不是因为中午的事情 我哪有那么小气啊 我是在想童童 我还蛮担心她的 这段时间呢你不在家 我觉得她状态特别不好 总是把自己一个人 关在屋子里面 其实她蛮放不下陈晓琳的 心里很挂念她 这是她最大的心结了 也是你最担心的事 你说得对 谢谢你的努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干吗跟我那么客气 再说 你开心我才会开心啊 你开心我才会开心啊 毕竟在她心里 你的分量是最重的 美国的三大股市在四大店 你买的那几支也没能幸免 那如果我现在割肉呢怎么样 我劝你还是再等一等吧 卖掉等于是血本无归 现在点位低 你最好还是继续补仓吧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好 倒霉啊 这不倒霉啊 颜总 您没事吧 要不我帮你找个代价呀 不用 你帮我开不就好了吗 颜总 咱 咱去哪儿呀 你想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这什么谁干的 你看看 没事吧 这写了啊 上楼梁嘛 乖乖乖 看什么看 这我不要 这个要 先帮你 先帮你 我先帮你 妈的姓陆的 你给我等着 你这神速啊 这 等幽灵是不是就进来 什么事这么急啊 那个 我知道你来看茶啊 我这儿托朋友带着的 跪天下好茶 尝尝啊 这这这这点卡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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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曼老婷啊 你 你还记得 夏凡骗我姑娘一百万这事吧 我都过去了吗 人家现在都改过自新了 是啊 其实我们家情况吧 你是最了解的 是吧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 那时候不在气头上吗 这就你师父就就犯了糊涂了 现在想想有多大点事啊 其实夏凡哪 除了投资五十万以外 那些都是年轻人 你请我愿的事 你就花就花了呗 是不是 然后呢 是这样啊 这个卡里呢 一共有二十万 不是听说这个关小姐 跟张总就要成一家人了吗 这二十万 算是我还给她的 你跟张总是朋友 你去帮我说说 是吧 等以后我这儿业务好了 缓过劲来的 只会多不会少 什么只会多不会少 你当跟我呢 跟张欧香哪儿别这么说啊 那这不挺好的吗 你就大大方的还去呗 能吗 刚批评完我吗 你这时候还钱 那会儿多尴尬呀 就是求你啊 帮我过渡一下 它不就解决了吗 我一去不合适啊 还挺有觉悟的 那我给你做个钟 再给你打个收条 请收到 家世印物韩长长 完张红星 欠瓜二十万院长 再收人 冰长浆 谢谢 谢谢 来 用盖手印吗 这 这话说 谢谢 谢谢 你真不嫌麻烦我啊 朋友 喝一口啊 喝一口 你 你 关键你挑起来 看哪个好啊 这么多种啊 张彤 来 收拾一下 我去看看 老师 张彤 你妈妈刚才来过学校了 这是她让我给你的 那好吧 这么多吃的 你不认识啊 进证有份啊 都给你 那我不客气了 给我点 行 来 给你 来 谢谢 来 要吗 来 琳达 这些小零食 是妈妈亲手做的 少油 少糖 比外面卖的要健康些 妈妈记得你说过 最爱吃我做的蓝莓松饼 不过妈妈没买到新鲜的蓝莓 所以只能用超市买的 速冻蓝莓代替了 希望你能喜欢 三内 续世杂柔 好 我 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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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老师 老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童回来了 来正好吃饭吧 我能跟你聊聊吗 欧琳 好啊 我现在要谈谈 好 没问题 你跟那个父亲交往 好 没问题 但是不要触碰我的生命 我不需要写写写 小管 他说了什么呀 他说他在学校吃过了 没事 那咱们吃吧 这孩子不懂事 要是说了什么 别往心里去 没事 吃饭吧 吃 吃 好 彤彤 阿姨给你做点甜品 你尝尝看喜不喜欢 我告诉你要怪美洋 你根本就不需要关心我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爱吃什么吗 不知道 留下来 拜托 好啊 那你趁热喝 好啊 洪欣啊 别的我听不懂 彤彤 这是您的文件 脸下班了 妈咪这两个字 总在说她自己的妈妈吧 我跟你说 彤彤口气不善 小关不容易 你要有时间 得关心关心她啊 她呀下了班就来了 又做饭又刷碗 还要受委屈 你看她回家 还得哄她自己的孩子 她容易吗 妈 您说了多久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儿有事呢 行了吧 先挂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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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 你这真傻还是假傻 她要心里没鬼 为什么不自己来 还要通过你 我方便吗 行 我 你 你朝我急什么急 我不是好心啊 对 你好心 你们全家都好心 我告诉你啊 拿走 哪儿拿的 回哪儿去 行至于吗 你这这不是你的钱 这里面不是你的钱 这我 我都给人打收条了 你没事吧你 你常常说在公司 要谨慎 要谨慎的 你不要忘了 咱们P.A.G. 跟她韩长长是有义务往来的 这个钱我要是收了 我怎么跟人解释啊 解释什么 老韩 我在这儿还有什么解释不解释的吗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钱名不正 言不顺 什么叫做还啊 这个钱是我跟美杨 让她帮下凡还债的 她真的要还 让她还美杨这样 我告诉你 赶紧拿走 我跟饭气 我今天没时间了 明天还行不行 回来了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跟你说 今天丁阳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 说丁阳啊 学习又退步了 你知道考了多少吗 全班倒数第二 怎么回事 她的成绩不一直挺稳定的吧 还有呢 说丁阳啊 今天在学校骗老师来着 骗老师呢 怎么回事 模仿咱们俩签名 竟敢在那卷子上签字 你说她胆大不胆大 不像是她干的事啊 长本事了 还不是被你的好哥们 那张红兴的闺女给带的 别那么说 怎么不是她呀 你说 她自从进了他们班以后 整天带着丁阳一块儿瞎混 成绩差了不说 还学会坑蒙拐骗了 丁长将 这可是品德问题呀 行啊 别上纲上线的 一个小孩 什么小孩啊 你说 丁阳认识她之前 她说过瞎话吗 你以后要好好管管她 少让她跟那个张童在一块儿 行行 你小孩的事你管得住吗 再说了我觉得那个 咱孩子呢性格有点内向 跟这张童在一块儿 还真挺互补的 好你个头啊 你别忘了人家那个张童 是美国人 你也当然无所谓了 你也想学学不想学不学 又不着参加高考 那咱儿子行吗 行行行 你说得算 你说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要我说呀 也送儿子出去 送出去问题就解决了 送出去问题更大了 别的问题咱先不讨论啊 就这费用 你有准备吗 你就知道前天钱 那是钱重要 还是儿子的前途重要啊 前途重要 前途重要你 咱现在没有这个金刚钻 能不能现在不懒这刺激活啊 怎么就没钱呢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好歹也是那外企公司的高管 一年也不少挣钱呢 说白了 还不是你们家这无底洞给闹的 行 咱以前的事啊 那就算了都过去了 不提了 但是现在不行 谁跟我儿子争 我就跟谁急 我说话算话 没房子还不生孩子了 再生不生 我就不相信了